在中国文化中,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 有一种说法,喝一杯好茶,想一世幸福。 同一种植物可以制作出六种不同的茶。 白茶、红茶、黄茶、普尔茶、绿茶和乌龙茶。 根据茶叶收割的时间和成长的阶段,它的香气、味道、咖啡因的含量都不同。 因为茶叶的这些特性,每一种茶的冲泡方法都不一样。 茶的种类、冲泡时间、水的温度都非常重要。 同时,清洗茶具的方法也很重要。 注意一定不能用洗洁精清洗。 我们会在这个系列的视频中看到每一种茶的冲泡方法。 请不吝点赞。